发烧市值体温超过正常范围 通常是37.5摄氏度或98.6华氏度 这可能是身体抵抗感染或其他疾病的一种反应 以下是一些可能导致发烧的常见原因 感染 感染是最常见的导致发烧的原因之一 包括细菌、病毒、真菌或寄生虫感染 感染可能影响呼吸道如流感 感冒 咽炎泌尿道如膀胱炎 肠道如胃肠炎、皮肤如皮肤感染等部位免疫系统疾病 自身免疫性疾病 如风湿性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 可能导致发烧 药物反应 某些药物可能引起发烧 例如抗生素、抗癫痫药物或抗精神病药物等 恶性肿瘤 某些类型的癌症可能导致发烧 通常是由于癌细胞的活动或免疫系统的反应 内分泌失调如甲状腺功能抗进 垂体腺瘤或肾上腺问题可能导致体温升高 其他疾病、肺栓色、中暑、淋巴瘤或肺结核等其他疾病也可能导致发烧 对于发烧 特别是如果伴随有其他症状 如头痛、咳嗽、呕哭、腹泻、胸痛或呼吸困难等 应及时就医进行评估和治疗 医生可能会根据病史 症状和实验室检查结果确定发烧的原因 并制定相应的治疗计划 包括药物治疗、休息和适当的液体摄入等 在发烧期间要确保充分休息并避免过度活动 以帮助身体恢复